要增加或减少 反正这个人就是要增加27.6才是标准 所以他已经应该是严重过瘦 这个-8.1就是他离标准还要再减掉 他的身体的8.1%就是标准的体重 所以大概这样的逻辑 最好是大概越接近零支越好的 所以正负5%之内都要标准 反之就不标准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这个逻辑 那我要下一个条件的话就一幅 一幅什么呢 当然我们这题目有提示用偶尔的话 那我们用偶尔 偶尔的话就是或 刮虎 第一个条件是 这个里面他应该要什么 或的话上面或下面 他里面没有重叠 所以基本上的话是他要大于5% 对第一个条件 逗点 第二个是这个是小于-5% 第二个条件 OK 那两个不会重叠 那这两个条件呢 其中一个发生的话 那表示他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不标准 就是过胖或过瘦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输出那个不标准 反之就是标准 大概这样逻辑应该可以看得懂 OK按个确定 那向下填满 你会发现 正负5%里面都是标准 反之是标准 OK 那不过假如我今天我们今天是用偶的 那如果要考考大家 如果我今天用and来做可不可以 其实也可以 那但是你会发现如果用and的话 变成说5% 负5%的交叉的地方 那其实交叉的地方就变成是标准 所以变成上下两个是要颠倒 就OK了 所以其实如果我要把这个规则改成and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第一个 这个改and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我要他怎么样 是应该是小于5% 不过如果等于包括的话 应该要加一个小于等于 然后而且这个方向是大于等于 副版等于也包括的话 那就是他是标准 反之就是不标准 所以你会发现 逻辑好像交集跟连集做出来的结果 其实是不同思考 但是结果会是一样 但是触跟false要颠倒 OK 所以很多时候 不同的工程师写出来的程式 都会不一样 不可能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几率在太低的 按个确定 那你会发现向下填满的结果 也一模一样 不会变动 那也就是说呢 以后如果你把它套用在VBA里面 其实也是等同的 OK 所以后面的话请各位思考 后面有这么总共又有5个按钮 当然对应也可以做出5个制定函数 如果我想这个可能就自己再去发挥 因为每个地方大概都可以 工作里面我想你想得到的应该也都可以做出来 所以第一个我希望输出什么 输出把这个公式丢到这边来 所以我们丢公式这个讲过 for i 等于第四列到第13列 丢到 L 栏里面 把这个公式丢进去 当然里面如果有那个列号的话 把它改成 i 就可以了 里面有双引号把它改两个 所以基本上 我们这个前面写过了 大概就 就是大概讲一下 这个里面的公式 就是丢到那个什么 丢到那个 记事本里面转一下 然后把那个里面的4改成 i 就可以了 OK 输出就OK了 这个是丢公式 但是如果我今天不希望丢公式的话 我可以用 and 丢过来 结果一模一样 用偶尔丢也会一模一样 只是那个写的方法不太一样 所以基本上的话 一样 我们可以把刚刚这个for围圈拿来这边用 那如果我用偶尔来写的话 偶尔来写 其实就跟刚刚一样的写法 那for i 等于4到13列 那标准不标准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就写一个if if什么呢 if i 列的追栏 所以我从这个追栏里面做 但你特别注意 在那个VBA里面 它不支援这种person的叙述 所以你不能写这样 因为person有别的用途 所以你不能够用person 那怎么办没关系 你可以转0.05就可以了 OK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它大于5% 或者是小于复乱 这个刚刚的叙述有没有 那一样你就是怎么办 把它enter两下打一个else 这个是蛮重要 就是前面等于是复习一下 前面这个逻辑的叙述 打的话可能要不要打错 不要少打 那如果是这个条件为true的话 那就帮我把资料丢到哪里呢 丢到l栏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拿来复制到这边 等于 这边把它改了 这边把它改成什么呢 输出什么 不标准 有没有 那反之的话呢 就是标准 所以这个可以把它复制下 这边改一下 OK那就是输出的话呢 就会是这样的结果 那如果end来做的话呢 基本上刚好怎么样 上下有没有 两个颠倒 然后把end中间这个改一下 方向也改一下 那就是end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做法等于是把刚刚的 逻辑再转成VBA 再增加一个清除 清除 OK 那清除的写法 你可以写这样 不过资料不多的话 另外一个写法的 你可以把它改成range 还记得吧 这个一种写法 另外一种 当然我不把它删掉 我可以把它注解 注解就留下来 因为如果你删掉就不见了 如果假设你要把这一段程式留下来的话 你可以用上面刚刚有没有 按右键编辑 可以把它注解 那如果要把它改成刚刚那个写法的话 你可以写什么range 有没有 钱瓜糊 然后呢 L2 L4 到什么呢 L13 但是你可以用追踪的 追踪自己再改一下 点什么呢 打一个career contents 这样就OK了 建议是用这种方法 慢慢改了 然后输出 然后清除 最后的话呢 当然 这个是输出标准不标准 三种方法 最后的话就过胖跟过瘦 什么叫过胖 因为 如果说不标准里面又可以拆开来 它有过胖跟过瘦的话 那我如果要把它过胖过瘦拆开来的话 这个地方该怎么 想想看 试一下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 多一个那个过胖或过瘦的话 基本上 你可以从公式里面的不标准去下手 因为不标准 只有标准本来就标准 就不用改 会改的话就是不标准 所以第一个把不标准delete掉 那再怎么样 插入一个一幅 所以习惯上 我的习惯是这边delete掉 然后在这边再插入 游标放在这边插入一幅 他会跳一个这个 那你直接怎么样 如果这个假设是大于5%的话 那 他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过瘦吧 对 应该他真胖 至少5% 所以这个应该是过瘦 假设我就是过瘦 OK OK 那反之的话就过胖 那这样的话我就OK了 这等于是说在一幅里面 再加 其实也是多种逻辑 OK 按确定 然后把它向下填满 就OK了 然后 过瘦 对这个过胖 其他的标准 你看 等于本来是两个标准 标准跟不相同 两重逻辑 那现在变成三重逻辑 就过瘦 然后标准跟过胖 OK 那如果VBA的话 其实做法也差不多 那VBA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 就是把原来假设 我们这边好了 我拿那个偶尔的逻辑来改 比如说我今天第一个 把这个复制贴到这边来好了 如果说我原来是那个 没有过胖过说是不标准 所以其实你也可以从这边下手 也就是说如果未来 假如你还要再真的不标准 再做修改的话 那怎么做 先把这边 enter一下 然后按个下一阶 tape一下 再多一个什么 if 就是有点像跟刚刚那个函数一样 如果什么呢 如果 一样是抓什么 所以其实你可以拿那个上面这一行 如果 如果 sales的那个 大于5%的话 这个复制下来 这一行里面 然后呢 然后呢 空一格 enter 两下 打一个else enter 两下 打一个endif 那我是建议结构一样先打 然后输出的话 把这一行丢到这里面来 这边把它结构 再做漂亮一点 所以你会把if 一定是在里面 再按一个tape 让他下一阶 再下一阶 这样看起来应该会 比较清爽吧 比较有一个层次感 强烈不建议你都不做缩牌 真的我光看到那个 就会觉得 你那层次的习惯不好 如果以后你这样写 你层次即便你写出来了 但是你 还是很容易出错了 所以我建议 平常要讲的好习惯 第一个要缩牌 第二个加注解 但因为我们上课的关系 所以有些太简单了 就没有加注解 但是不代表你 你有习惯就自己加一下 ok 然后这边的话 如果是大于5%的话 那他是过瘦 所以这边的话把它改个过瘦 反支的话呢 就是过胖 所以这边再把这一行 复制到这边 过胖 ok 那这样应该就完成了 那把它输出的话 VBA就 对应该一模一样 ok 所以就是在增加什么 一幅里面呢 再增加一幅 所以未来 当然呢 你可以 再慢慢 有点像洋葱一样 甚至可以做很复杂的那个逻辑判断 也没有问题 可以一层一层一层的往里面再加进去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大概就先讲到这个综合列 其实后面 本来还可以再讲 比如说要把 标准的删掉 因为留下那个不标准的 或者是说删除列部分 不过我想后面还会再讲一道 我们就 之后再来看 ok 那 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把不标准的 改成 过瘦 或过胖